國際最新消息帶您掌握 美國總統拜登下星期將到埃及出席COP27 接著會到東南亞參加東協峰會跟G20峰會 那會不會跟習近平會面呢 白宮國安會發言人科比有最新回應 一起來聽 這個意思是不排除還在努力 至於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再被問到國務卿布林肯 跟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的通話 普萊斯表示 雙方談到維持溝通管道暢通至關重要 當然也包含領導人層級 並且表示中共二十大 沒有改變美國對中國的做法 美國仍然認為中國有意圖 也有能力重塑國際秩序 是美國最大地緣政治的挑戰 也就是跟中國大陸在利益跟價值不同時 會互相競爭 也可以合作的領域就會一起合作 這點沒有改變